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包个五指茅头汤 五指茅头有去湿的功效 搭配着营养丰富的山药 还有甜甜的蜜枣 让汤水变得更加的清甜可口 先提前准备好汤料 再把汤料清洗干净 五指茅头 干山药片 百合 蜜枣 轮眼用 虫草花 依次放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 先清洗干净表面的浮沉和泥沙后 捞起 再把汤料倒回碗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浸泡30分钟左右备用 把骨骨提前清洗干净 倒入锅中 放入适量的姜片去吸 加入适量的清水 倒火煮至沸腾后 撇去表面上的缝沫 这样清洗的时候更加容易 撇完缝沫后 刮火捞起 把清洗干净的骨头 放入砂锅中 再把浸泡好的汤料和水一起倒入砂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大火煮至沸腾 沸腾后 小心水溢出来 记得开火 打开盖子 转成小火后 再盖上盖子 小火煲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准备出锅前 加入枸杞 再包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包好后 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一锅带着淡淡的 椰子奶香味的五指馍头汤就包好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就动手尝试一下吧 我是小齐 喜欢我视频 请关注齐小厨修炼剂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